说到低气压带的影响 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 北部的地区雨势更是有感 新北永河降下了大雨 午后雷震雨来得又快又急 甚至一路下到晚上 也因为雨势没有趋缓 造成路面出现了淹水的情况 所有车辆都放慢 路过的机车以及汽车 还会掀起大片的水花 路面比较低挖处半个轮胎 就全部都会泡在水里 新北市的永河国光图书馆 周围淹成一片 晚上七点左右的时候 雨水高度越积越高 马路的标线全被淹没 根本看不见 疑似是雨下了不停 加上排水系统宣泄不及 才会出现积水的情况 不过消防局表示 目前都没有收到民众的报案 而也到场了解了情况 会先将排水系统处理好 避免再吸引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